蓝旺基努力忽视掉小蟹喵的那一双分外无辜的大眼睛,他举起自己的手背,示意给蓝西辰看。 蓝西辰讶异了一声,蓝旺基手背上的确有几道鲜红的抓痕,而且还很新鲜,应该是不久之前才刚刚被小猫咪抓的。 蓝西辰有些心疼道,这记得待会儿去医院打针,看来这小猫,的确是很凶啊。 蓝旺基收回手背道,我们现在相处得很好。 是吗?蓝西辰和煦轻笑着和蓝旺基说着话,这时候的小猫喵也迈着猫布,跃到了高台上。 向下俯视,他看清楚了蓝旺基手上的抓痕,小蟹喵抬起右爪蹭了蹭自己的小鼻子。 小蟹喵记起来了,但,这能怪他吗?不知道猫咪怕水吗?他又不是故意的。 小蟹喵耳朵扑散了扑散,再说了,他还满身都是草莓呢,他找他算账了吗? 真是,哼,多大了,还找哥哥告状。 羞不羞?蓝旺基看到紧盯着自己看的小蟹喵,一时正愣,看着他前找抬起,似乎又要往前跃,赶紧张开双臂, 线线,到我这里来。 魏无羡一时愣住了,线线。 啊,这个男人。 蓝旺基也有点猛,你知道他的名字。 蓝旺基点头,又补充了一句,刚刚。 蓝旺基以为是蓝旺基刚刚给这位小猫起的名,他点头,你起名字的水平的确很好, 线青山有丝,白鹤旺基。 不错。 蓝旺基心中默默地想,是魏无羡这个名字很好听。 蓝旺基看着蓝旺基张开双臂的样子笑了笑, 看来你真是打算收留这只无家可归又有些凶的小猫了。 蓝旺基话音未落,小线喵就扑腾进蓝旺基的怀里, 他在蓝旺基怀里,还掉转了个头,虎视眈眈地盯着蓝旺基基。 你才凶,你才无家可归,我家房子很大的。 有猫爬架,逗猫棒,还有猫盆猫杀。 嗯,还有新买的假冒伪劣产品猫薄荷。 刚刚碰到小线喵的那一瞬,蓝旺基就已经清楚地知道了小线喵心里在想什么。 要了解小线喵的心事,果然需要亲密接触。 蓝旺基伸手轻轻摸了摸小线喵的脑袋,你喜欢什么样的猫爬架? 小线喵抬头嘴巴,擦过蓝旺基的掌心,眼睛很水灵,喵。 啥?猫什么架? 小线喵叫了一声,表达他的不解,蓝旺基摸摸他的头,回应道,我带你去买,你亲自挑。 小线喵咪喵了一声,还有真好事? 毕竟家里那个猫爬架,他已经玩腻了,还真想再换一个。 蓝旺基握握小线喵的前掌,真的。 蓝旺基尘看着这一幕来了兴趣,他笑道,这小猫倒是有趣,他好像是能听懂你说话。 果真如你所说,现在和你相处得很好。 蓝旺基点点头,他很有灵性。 看着小线喵在蓝旺基怀里乖乖巧巧的样子,蓝旺基尘也忍不住下意识抬起自己的手,情不自禁地也想要伸手摸一摸。 然而,蓝旺基还没有来得及阻止,就被小线喵一爪子打了回去。 喵悟,我超胸。 这一幕实在是太快,还没来得及反应的蓝旺基,就看见自己的胸长正五着手,一脸呆滞地看着怀里的小线喵,这种情况实在是难得一见。 蓝旺基看看怀里呲牙咧嘴的小线喵,又抬头看向蓝旗尘,他把小线喵往怀里藏了藏, 兄长,兄长,你没事吧? 他,他不是故意的。 喵悟,小线喵还在辞毛,就是。 蓝旺基安抚着小线喵的脑袋,要乖。 小线喵呼噜呼噜炸起来的毛又蓬松下去了,我这不是在配合你吗? 接受到这句话信号的蓝旺基一愣,心中又不自觉泛起微微甜蜜,更加轻柔细致地给小线喵做着全身按摩。 小线喵同样幸福地表示,蓝占你的手法真的好好啊。 比按摩椅舒服多了,我可以聘请你做我的专业按摩师吗? 蓝专业按摩师。 鸡,蓝旺基明显看到自家弟弟揉着揉着怀里的猫,突然,好好的脸色像是变了一下,但很快又恢复如常。 他没来得及读透,可又看到弟弟那明显的护喵动作,蓝锡尘心中顿觉戚风寒雨,萧瑟无比。 罢了,是他擅自去摸人家猫猫的。 然而,下一秒,他就看到自家弟弟伸出食指尖在小猫咪的鼻尖上轻轻点了点,对着小猫道, 不可以,小猫喵,喵喵喵,我加钱。 蓝旺基又点他,不可以。 重复两遍,一瞬间,蓝锡尘心中顿时犹如春暖花开,暖意融融,弟弟还是心疼他这个哥哥的。 蓝锡尘又是和煦一笑,他在一旁轻声道,刚才是我有些唐突了,没有提前和他打个招呼, 旺基你别责怪他,我下次给他带小鱼竿。 蓝旺基和小猫喵两相对视,都有一瞬间的茫然,小猫喵从蓝旺基怀里爬出来,蹲到了蓝旺基的肩头。 小猫喵一脸好奇地审视着蓝锡尘,有小鱼竿。 这大哥能处。 蓝旺基也朝着蓝锡尘回过头,像是有些不好意思,他冥冥唇道,兄长,你的手可有事。 蓝锡尘摇摇摇头,笑道,没有,他送我的见面礼,可是要比你要好呢。 你看,的确,蓝锡尘的手心手背皆是完好如初,丝毫没有被伤到的痕迹。 与此同时,蓝旺基能明显地感觉到,蹲在肩头的小猫喵哼了一声,整只喵傲娇得不行。 他在心里哼哼唧唧地对蓝旺基说,当然不会,我可是只用了肉垫的。 蓝旺基还在嘚瑟,两相对比之下,蓝旺基手背上的可是真抓实挠,猛然想起又觉得火辣辣。 蓝旺基心里莫名地有些醋,他静默之下突然扭头对着蓝锡尘问道,兄长,既然无事。 那兄长,你何时回公司? 话题转得太快,蓝锡尘错不及防,啊? 他才刚来吧。 蓝锡尘眼底很愕然,这是要他,走。 蓝旺基一边单手举起护住肩头上的小线喵,以防他掉下来,一边对着蓝锡尘认真道,我也已无事,兄长不必忧心。 蓝锡尘确定了,弟弟这是在给他下逐课令。 蓝锡尘有些哭笑不得,他看了一眼蓝旺基,又看了一眼肩头被弟弟小心翼翼护着的小猫咪。 不禁哑然失笑,就算是想要和小猫独处,也不用这么急吧。 他进屋之后,可是连一口水都还没喝呢。 蓝锡尘眼带笑意地看了蓝旺基一眼,又看到蓝旺基肩头的小猫,已经挽起了蓝旺基的手指头。 他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笑道,好吧,既然你无事,看时间,我也确实该赶紧赶回公司了,国外的业务的确要急需处理了。 出门时,蓝锡尘又叮嘱道,昨晚事出突然,这件事的后续处理事宜,放着我来就行。 我看你现在的一门心思,也都放在了这小猫上,左右公司你负责的板块业务一切平妥,你且当放松放松,也给自己放放假。 蓝旺基点了点头,多谢兄长。 蓝锡尘走后,蓝旺基把肩头的小猫又兜进怀里,小线喵懒懒地翻个身,睁着一双水淋淋的大眼睛,肚子咕噜噜一响,小线找拍拍肚皮,蓝湛,我饿了。